我們知道選擇一個 適當你的內衣非常重要 除了影響到你的發育之外 如果選不好的話 還會有一些嚴重的後果 我們來看看有哪一些後果呢 第一項嚴重的後果就是 胸部嚴重的變形 會變成什麼形呢 我曾經有遇過一個網友 他其實胸部應該是 也是很大 應該是E或F 可是你知道他穿的是 菜市場買的內衣 他穿什麼罩杯嗎 B 他穿B罩杯 所以它是真的是二奶 就是兩個 整個活生生被胸部 被切成一半 所以沒有穿 它等於那個罩杯 只是遮住它的BPD而已 所以剛剛盧醫師說 因為菜市場只有賣兩種罩杯 就是A跟B 對 比較普通 就是比較多的尺寸 睡覺的時候 是可以不用穿內衣的吧 其實是建議還是不要 這個問盧醫師 應該也是建議 如果睡覺穿內衣 睡覺穿內衣 當然來說 有些人是穿 本身就符合的內衣的尺寸 或許沒有來說的話 的話會覺得它的影響那麼大 可是因為睡覺 很多姿勢的部分會動來動去 但現在大家都會喜歡 穿有點調整型 有點戴鋼圈的 這個時候可能來說 你一個動作的時候 就會叫你擠壓 有不當的擠壓的時候 其實久了就會壓迫我們一些 那根據文獻的研究的部分 他們說沒有辦法去證實說 你穿超過多少個小時的部分 來說的話 可能會造成一些刺激乳癌的發生 可是來說的話 的確如果你比較穿 它會有間接的影響是不是 對 就是如果你穿的尺寸比較不對 就是大小比較不對的時候 來說的話 或是你持續穿的這種 大小不對的內衣的部分 持續24小時 然後每天都這樣穿的部分 的確來說的話 大概有七分之六的部分的人 比較容易會有乳房的疾病 或是癌症 對 所以如果有 這個胸部嚴重變形的話 盧醫師有什麼建議 對 那當然像他的情況部分 我想只是一些壓擠出來的痕跡 大概沒有到壞死 對 那如果只是這樣的部分 就第一個 先調整他穿的內衣的部分 配合一些局部的按摩 我們的乳房細胞只要沒有死掉 脂肪細胞沒有死掉 慢慢的皮膚的彈性還是會回去 對 所以乳房細胞會死掉 會 有些人來說的話 如果真的壓迫久 像之前來說的話 在醫學的週刊的時候 就曾經報導過 曾經來說的話 因為有些人喜歡穿那種很擠的 一定要把胸部擠出來的 對 然後兩邊的地方來說的話 會要用水腳墊 壓迫得很擠的部分 持續的部分來說的話 最後就造成組織的地方的壞死 對 好嚴重喔 你有朋友這樣嗎 瑞玲 我跟妳說很多的藝人 我看到是很多這樣子 因為他們必須表現 比如穿出那樣子的線條 對 其實他們這些都不敢講 妳知道嗎 事業線 對 事業線 他們一定要擠出所謂的事業線來 所以有剛才跟盧醫師講的狀況一樣 因為最近我看到的就是說 它已經嚴重到說 它這邊其實已經有點壞死的狀態了 對 它在支它的左側的乳房這邊 尤其是腋下 腋下我們這邊很多淋巴 也是 對 然後它就是它已經很小 它要擠出它那個事業線來 因為大家一股腦兒就流行說 我今天事業線好 其實我的通告就會接很多 可是它殊不知 在這裡你一直把你的血液 一些淋巴 一些把它擠壓 把它擠壓壞死了 所以它最近其實它是透過我 去轉介到一個醫院的醫生去 所以我才知道這件事情的發生 所以台灣媒體有這樣嗎 事業線好通告就多嗎 當然沒有 你看我們也沒有事業線來 還不是這樣子 好 所以就是你要選對 適合自己的內衣很重要 不然第一個狀況就是 胸部嚴重變形 像我們剛剛看的那個胸罩 它算機能型的嗎 它算沒有那麼機能型 像我今天有帶更機能型的 你看那罩杯怎麼那麼大 對 這是我的 這要機能型嗎 為了讓大家看清楚一點好不好 所以拿比較大的那一 像這個你會看到這個就是 那可能拿起來給我們看一下 對 這一條 所以它是包覆 包覆婦乳 跟你側邊的肉一定要先鋪過來 對 有些女生也是預防 所以這是比較機能型 還有你看它的側邊也是兩條 對 兩條的 所以它是比較包對不對 把胸部包覆住 對 但是市面上也有一種 就是小背心 如果說你是穿 譬如說這種日系的那一搭 應該很多妹妹很愛穿 你會看到那個肩帶有沒有 就是差很多 對 它肩帶的差別就是 日系那一它可以 因為它好看 它可以拆下來是不是 不是 它就是比較細 可是它支撐比較細 對 所以因為出真的 你不覺得這件就是很阿嬤嗎 然後這件就是很美型 對 所以如果說 你有這樣子的那一 但是又想要包覆婦乳 房間有那種小背心是只有 就是上半身的 然後它沒有袖子 你就可以調整這邊的胸型 OK 然後還可以集中 就是脫高這樣子 所以一般機能型的那一 可以說它包覆性比較強 但是它就比較不那麼漂亮 對不對 通常是 因為其實你 我就說肩帶就好了 就是它再怎麼美 它就還是很粗 對啊 再來看到 如果不當選擇那一的話 會造成什麼樣的狀況 第二個是 胃食道逆流 胃食道逆流 跟穿內衣也有關係 對 就像您剛才有說的話 就是有些人穿得太緊的部分 來說的話 會造成呼吸的部分困難 可另外一個部分來說的話 也有可能會造成胃食道逆流 為什麼 你整個勒絕了 它壓到哪裡 橫膈膜 對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 是一個束得緊緊的地方 你這個時候壓破到 我們的橫膈膜 它肌肉的運動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就讓我們的食道跟胃的部分 來說的話 它的那個優門 沒有辦法很正常的關閣 久了以後的時候 就會造成它的功能失調 是 所以通常是會發生在選擇 太小內衣的朋友身上 通常來說的話 穿寬的內衣最多只怕外擴 對 可是來說的話 大部分現在大部分問題點 就是因為很多人都喜歡擠 比如事業線 所以它就會穿很緊很緊這樣 以前就是在內衣以前 它是塑身衣 塑胸衣 然後塑胸衣以前叫做 自命的時尚 自命的時尚 對 然後你的腰圍 是不可以超過你的年紀的 對 就是你要說得很細很細 但你的內臟就是會移位嘛 對 所以我們看到那種 古歐洲的電影有沒有 他們的腰非常非常細 他們身體大概都不太好吧 對 最近有個新聞 就是說有一個女的 她有個女孩子 她的腰非常的細 她年齡是27還26歲左右 她的腰圍只有 15點多吋 就差不多15吋 沒有超過16吋 但是她每一天 她除了洗澡 把它脫掉 她的塑身衣跟內衣之外 她23個小時都穿著 可是她必須少量多餐 為什麼 因為她胃食道滅流 15.5吋 對 你要一直強迫壓 都很少 對 壓破它 你沒有空間塞食物了 對 因為她的胃有腰吧 對不對 對… 腰身 對 然後她就前陣子也是這樣 為什麼就是在腸胃科 你可以發現到胃食 就是說胃食道滅流的人口 就是變多了 增加 而且有年輕化的趨勢 他們就是因為有一陣子流行 所謂的塑身衣 他們女孩子穿著睡覺 你睡覺的時候 你吃飽的東西之後 你就是一直壓迫著這個胃 所以都還沒有進去 對 還沒有消化 你的胃酸會不斷地逆流 其實大家會不要忘了 它逆流的時候 很容易造成食道癌 對 因為可能會造成 食道的部分 很嚴重 很嚴重 所以說一 不要穿太緊的那衣 二 就是說 你不要穿著它睡覺 不是 有人會穿著那種衣服睡覺嗎 會很嚴重 有 明星也要求美麗的 我想起來了 我只有在生完孩子的 頭一個禮拜 如果穿那個塑身衣 緊到我都脫不下來 有夠緊 每次穿都要穿好久好久 對 很難過 而且現在有這種調整 是說用繩子去調整 你的鬆緊度有沒有 拉緊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說 會覺得說廣告的效果很好 會覺得睡覺的時候也可以穿 沒有感覺 事實上錯 因為很多人 就是小女生 是因為這樣穿 除了胃食道內流之外 它還會有整個是窒息的感覺 它會喘過起來 應該會影響到它的睡眠品質 對 還有發育 等一下來說的話 不是只影響到發育 胃食道內流 痘痘的可能會長 然後皮膚來說的話 也可能會出現 七八狀態 對 沒錯 最重要是胸部會越穿越小 好 再來我們看到 沒有選好胸… 內衣的話會造成第三種狀況是 異味性皮膚炎 我們剛才也提到了 太緊 然後經常會濕疹 異味性皮膚炎 接觸性皮膚炎都很多 還有什麼狀況 對 其實來說的話 它主要是會造成一些 皮膚炎的情形 當然異味性皮膚炎人的部分 來說的話 受到這樣的刺激來說的話 會更大 其實不只是來說穿得太小 另外還有包括 所謂內襯的材質 對 有些人皮膚就是比較敏感 所以來說的話 你選擇的材質本來就要選擇 特殊像棉布 絲質的部分 就不應該選擇太多類似在裡面 尤其是乳暈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乳暈的地方 經過摩擦的時候 可能產生濕疹以外 最怕就是破皮 破皮等一下 如果直接從乳頭 地方細菌跑進去 就乳腺發炎 乳腺炎是一個非常痛的部分 如果有生過寶寶 有胃乳過就知道 什麼是乳腺炎 可是來說的話 這種細菌感染 如果你又沒有去治療好它 就會可能造成乳腺整個萎縮 乳房就會萎縮 而且如果腸質一直不斷發炎 接下來是可能會增加乳癌的機率的 好 所以乳頭 如果真的破皮的話 我們要怎麼處理 乳頭如果真的破皮 僅用生理食鹽水 你不要殘忍的堆帶它 先用 對 有些人說 我破皮的時候 我要用雙氧水 千萬 對 大家有時候 這個地方很細緻 所以其實來說的話 應該是給它一點 生理食鹽水的清潔 清潔完的時候的話 插上一些抗生素的藥膏 如果你有同時 合併一些癢的部分 最好來說的話 有時候還是建議看個醫生 因為有時候可能就要 附方的一些藥物去使用 而且要追蹤 好 所以如果異味性皮膚炎的話 耗發在哪幾個部位 通常乳暈 乳頭最容易 再來來說的話 就是下乳房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來說的話 容易跟鋼圈的部分 如果你不合 那就可能會摩擦 會有擠壓 有些人是一脫了胸罩的時候 就開始猛抓 內液的清洗應該很重要 所以內液的清洗 會不會也影響到胸部 我們一定是夾著鋼圈 是這樣子釣的 絕對不是 我從來沒有釣對一句